约翰福音的第三章 这个李立兄在这个讲圣经的时候 他有几本书啊 他非常的有负担 当然这个《甲佛菲西》这四卷书啊 《心脏书》里用花了很多的篇幅 一次又一次的特惠 一次又一次的训练啊 不再一再的提到这些关于神经轮中心的线 那另外还有两卷书啊 一卷是罗马书 李立兄也花了非常多的篇幅 很多的书信来讲罗马书 因为它是神的福音 那还有一卷书啊 李立兄也花了很多的这个 这个篇幅的就是约翰福音 那我们大家都觉得约翰福音 非常的这个甜美 很多时候我们 这个我不晓得啦 我刚得救的时候 刚才在陪新人的时候 总是来读约翰福音非常的有爱 很容易 这个很享受 但是啊我们越读越读 约翰福音啊其实啊 不容易 虽然很享受 但是不容易 那我们这次啊 这个学期我们进到约翰福音的里面 那我就是包放弟兄姊妹 能够啊竭力的进到这卷书的丰富里 我们今天讲到第三章 那第三章弟兄姊妹你会想到什么 我想我们大概会想到那个道德人的需要 对不对 尼哥迪姆啊 他是什么家什么家什么家 那我们常常啊忽略啊 第三章其实他分过三个段落 第三章有三个段落 第一个啊是第一段啊 讲到道德人的需要 那第二个段落啊其实也是延续前面的部分 讲到了铜蛇 讲到了我们这个人是满了蛇性的人 然后第三段呢讲到了心腹 但是我觉得弟兄姊妹 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你的印象如何 你对约翰第三章是不是对道德人的需要比较有感觉 或者比较熟悉一点 后面啊这个铜蛇跟心腹啊 大概不是太清楚 或者是说我们也常常在考虑说 你会不会有这种 你自己会不会有这种问题 这种想法就是说 为什么铜蛇跟心腹要摆在一起 为什么会摆在这里 所以呢弟兄姊妹 我希望我们今天稍微点一下 这根据李弟兄在几本书里面的 纲要还有他主要是生命读经 所提到的帮助弟兄姊妹 我们有点的这个进入 那还要弟兄姊妹花个人很多时间进去追求 那你要知道约翰福音跟其他三卷福音书不太一样的是啊 前面三卷福音书我们称为什么 对观福音书 他在这个记载上面 还有啊他在这个使用的这些的背景上面比较类似 那约翰福音啊他比较特别的是 他其实呢 在灰无版圣经告诉我们 他的约翰写约翰福音的时间 其实是最后面的 比启示录还要晚写的 这很特别的 我们觉得约翰福音应该比较早写啊 后面最后一卷才写启示录啊 其实约翰福音是更晚写的 那约翰福音在写的时候呢 他那个时候因为犹太人 已经大概第一个世纪到了末了了 整个犹太人他们那里啊 他们使用的这个立法也已经不太一样了 所以我们在读约翰福音的时候 你要几个概念 第一个啊 它是一本表号的书 它并不是啊 照着时间的次序说的 所以记得在第一章里面 有这一日然后次日 又次日再次日 然后呢第二章的时候说第三日 哎怎么时间往前跳了 对不对 所以你要知道啊 后面这些并不是完全照着时间的次序来讲的 所以约翰福音我们在读的时候有点概念 那还有就是啊 约翰福音啊 他里面讲的那个时间 也跟其他的书不太一样 所以会有在下一章的时候 会有一个我们在 在读的时候会有一种的困扰 就是到底啊 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是什么时候去打水 他到底什么时候去打水的 那弟兄姊妹先不要回答啊 这个我们读完尼弟兄的书啊 我们都说中午嘛 对不对 大中午去没有人去的时候 他去了嘛 因为啊这个就讲了啊 六十 对不对 六十嘛 那六十这个就是 跟着我们前面的福音书不是讲到吗 这个定时教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三十到九十嘛 就早上九点到下午三点钟 所以六十到正午啦 对不对 但是 但是 很大的但是 那你要知道 这个约翰福音写的时候 他的这个时间的用法 已经跟前面的三卷书的时候 不一样了 所以六十啊 就是下午六点 午后六十 就是午后六十 就是下午六点 所以啊 这个时间上不太 那你弟兄那个时候 因为这个翻译圣经的时候啊 没有那么清楚 所以呢 有一点点的这个 在这个点上没有办法完全准确 但是 这个重点不在这里 重点我提醒弟兄姊妹说 在读约翰福音的时候 我们要了解 它是一本表号的书 很多时候 它的点跟其他不一样 我们要有这样的概念 好不好 好 那我们就进到今天 第三章的里面 第三章的里面 它说到道德人的需要 道德人的需要是什么 不是改进 需要的乃是 生命的重生 然后呢 从第三章到第十一章啊 我们知道有九个事例 说到了人的情形跟需要 然后每一个人的情形 跟他们的需要 主 他足以来 孕妇 每一个人的情形 跟每一个人的需要 所以我们要知道 要来 有九篇到第十一章 都讲到了 生命的目的 就是要叫死亡 变死亡为生命 生命 要变死亡为生命 那叫我们各样的情形里面 让主都来满足我们的情形 那首先第一个要知道的是 要变死亡为生命 我们需要第一件事情 就需要重生 重生 是什么意思呢 重生是让我们完全 在这个得到完全救恩的必要条件 那在这九个事例 你以为我们会看见 有重生的需要 有活水的满足 有生命医治的能力 生命的大能来点活人 生命的粮来喂养人 活水江河来解人的干壳 拯救人脱离罪 要开瞎子的眼睛 最后呢是复活 这些都包含在主的救恩的里面 这个是啊 这要来这九篇啊 会有讲到的东西 好那我们下面看见 在第二章的末了 当第二章的时候 神主啊行了一个神迹 他变水为酒 因这个神迹 很多人就信了主 很多人就信了主 今天如果有一个大的神迹 好像现在这个疫情 非常的严重 有一天天开了 那主在那里说 这个病得医治 全世界的人都马上好了 哇很多人会信主啊 对不对 但是主的信托不在这里 因为这些人现在得救了 还是要死 对不起 是不是这样子 拿撒路得救了 还是要死 但是我们需要得救的是什么 是重生 是永远的生命 好所以我们要知道 生命啊 能够应付各种人的需要 神的托付 并不是在外面的这些神迹 看因着神迹得救的是不够的 他们需要来到主的面前 得着主 做他们的生命 所以道德人需要不是改良 还是需要生命的重生 好首先我们看见 从第二章的末了 给我们看见这些东西 主不将自己信托他们 因为他知道万人 好那从第三章开始 第一个字啊 就说到了 但 有一个法利赛人 名叫尼戈迪姆 是犹太人的官 这个但就给我们看 第三章这里还是讲到 这个人 他不是前面那些 因着神迹来到神这里的人 当然他的话里面 问到主他所行的神迹 但他不是因为那个神迹 所以圣经用 但 但那 好有一个法利赛人 好那神的灵 要在人的里面叫人重生 这是神 要借这个事例告诉我们的 但是人里面的观念是什么呢 我们有宗教的错误观念 宗教错误观念是 需要更好的教训来改良人 所以当他来到主这里的时候 他夜里来到主这里 他马上称呼主为什么 Lobby 然后呢 他说啊 我们知道你是从神那里来做教师的 他本身是个教师 主称他是个教师 他觉得主是更厉害的教师 所以他来到啊 这个 主这个教师这里要来学一些东西 他问主说 你行的这些神迹 或者说表号 在约翰福音里面神迹 你都可以把它翻译成表号 你行的这些表号呢 是怎么样 若没有神的同在就无人能行 主耶稣不要跟他谈这些表号 主耶稣跟他谈的是什么东西 实际的 主说 什么 我实实在的告诉你 人若不重生 就不能见神的 好 这个重生呢 这个重生呢 在约翰 在这个 毁优版圣经的英文里面 它是什么 它翻译成 很崩 again吗 anew anew 崩 anew 但是啊 尼克帝尔哈来的领会啊 是啊 崩 again 所以他就回答主说 主啊 我都老了啊 我怎么重生 难道啊 要进到母腹里面再生出来吗 那崩 again的时候啊 你再从母腹里面生出来 还是肉体 肉体生的 还是肉体 还是一样 想要改进 想要改良 却无能为力 所以主耶稣就清清楚楚地告诉他说 我事实在来告诉你 人若不能从水和灵生的 就不能进神的国 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 有水和灵 那上一篇我们是说到了 得救要信而受尽 我们可以应用这一节 对不对 它需要有灵 也需要有睡 叫我们能够真实的得救 那很有意思的是啊 在前面主耶稣第一次提到的时候 他说 人若不从生 就不能怎么样 见神的国 在前面那一节 他说到 见神的国 在第三节 那在第五节 他说 从水和灵生的 就要怎么样 进神的国 亲爱的弟兄姊妹 在住节里面讲啊 在新约里面 在新约的信徒啊 我们首先要看见 这个看见就帮助我们能够 进入 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们没有看见 我们就不晓得如何能够进入 所以要见神的国 就是讲到我们要进神的国 好 那下面说 从肉体生的就是肉体 从灵生的乃是灵 所以我们必须要重生 我们需要重生 那这里面呢 主就在提醒他 这个灵 是啊 很像无定的 看不见的 不能用错误的器官来摸着 那尼格蒂姆就问说 怎么有这个事呢 他说 你是以色列教师 怎么不明白 我实实地告诉你 你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 我们所见证的 是我们所见过的 你们却不领受我的见证 主耶对他继续说 我对你们说 地上的事 你们尚且不信 我对你们说 天上的事 你们如何能信呢 亲爱的弟兄姊妹 信主重生 是发生在地上的事 主耶稣说了 在地上我们需要信主 需要重生 有时候 我们哪 没有看见这些事情 反而想要 哎呀 什么天上的事情 这是不正确的 然后说到 只有这位主 从天上降下 人在天上 没有人生都有天 我们都在地上 要经历这一个重生 那好 这讲到 他跟尼格蒂姆的对话 很像到一个阶段了 之后 主就继续说了 他说什么呢 他说并且 他说到 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 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 主就进一步的说到 尼格蒂姆啊 你想要改进 你想要改良 你想要如何能够更好 但你不要忘记 你是蛇啊 你有蛇性在里面 那原文里面 可以加一个并且 就是这样啊 讲到这些时候 主耶稣就提醒他 并且啊 这个啊 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 人子也怎样被举起来 我们都有这个神 这个蛇的性情在我们的里面 这个蛇啊 这个就算脱了皮 更漂亮的 还是蛇 是不是这样子啊 越漂亮的蛇啊 可能越多 独性就在我们的里面 不是外面的改良 不能够改变我们的 好 那我们知道前面在旧约时候啊 以色列百姓 他们被火蛇咬了之后 他们 他们很多人就死了 对不对 神就叫摩西啊 做了一条 这个铜蛇 那铜蛇跟蛇的差别在哪里 他一样有蛇的形状 但是没有蛇的 毒性 好 他被挂在木头上 就给我们看见 我们的主耶稣 为我们 成了那个罪 对不对 他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 出去了我们的罪 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 然后叫以色列人可以怎么样 忘就活 弟兄姊妹 我常在想那一段的光景 这个蛇啊 咬他们哪里啊 这个就照着这个 这个 约翰福音 这个 创世纪的时候 这个蛇是咬人的什么 脚跟 对不对 那你觉得你被咬的脚跟之后 你会看哪里 看地上 你会看地上 哎呀我的脚被咬了 怎么办 我们啊 常常看我们所受伤的地方 常常看我们的难处 看我们的为难 常常我们的头是低着的 是不是这样子 那很特别啊 主啊 神啊 叫摩西啊 把一个铜蛇挂在木头上 然后他举得高高的 然后他们要怎么样 要忘就活 亲爱的弟兄姊妹 这是需要信心的 你都看你的脚 哎呀我被咬的地方 有没有发浓啊 有没有肿大啊 有没有怎么样啊 我们常常是看自己的环境啊 是不是这样子 常常我们都在看我们自己的环境 但在这里 需要凭你的信心 不容易 但是也没那么难 只是把头抬起来 看那条铜蛇 你就活了 他上面说啊 这个 叫一切信入他的 都能得永远的生命 需要信入他 信入就是接受他 不只相信他的存在 你要接受他 亲爱的弟兄姊妹 这就叫我们能够得救的条件 从你的信心 接受这位主到我们的里面 成为你的救主 然后呢 下一处经节 大概是这个 所有的人都最熟悉的一处经节之一 整本圣经 即使不是基督徒都知道这节圣经 叫做什么 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入他的 不致灭亡 反得永远的生命 那你可以加上去啊 这个原文里面有一个因为 讲完这个人啊 要信入他得救永远的生命 要忘了一条铜蛇的时候 因为啊 神爱世人 那英文是用啊 God love the world 这个世界 那并不是指着外面这个 外面这个堕落的世界 而是指上面的人 所以中文翻得非常好 他说神爱世人 我们是不是世人啊 神爱不爱你啊 Amen Hallelujah 神爱我们 把他的独生子赐给了我们 叫我们信入他 就有永远的生命 我们可以信入他 然后光来到地上 世上 世人啊 因着自己的行为是恶的 不爱光 反倒爱黑暗 定他们的罪的就是在此 凡作恶的便恨光 并不来救光 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 这个要蛮清楚的啦 这个 这个坏人都希望没有警察 对不对 当我们不小心闯红灯的时候 你就希望没有招航机 是不是这样子啊 或者这台招航机坏掉 或者前面转角没有警察 看到警察就说 哦主啊 我们就被暴露了 对不对 光就在那里 同样的我们基督徒在地上 也是需要成为光的儿女 Amen 需要被光照 但行真理的必来救光 显明他们的行为是在神里面的 好 这就告诉我们啦 我们这个人啊 尼哥底姆 不管你是在怎么样的道德家 政治家 老人家 经学家 什么家 但是你还是 舍 你还是舍 我们还是舍 我们需要的是这个 为我们挂在木头上的救主 来解决我们这个罪的问题 好 但是约翰福音三章啊 没有停在这里耶 不是告诉我们得救信主而已哦 还有一个更往前的启示 从第二十二节开始 给我们看见 重生的人要成为基督的新父 要做他的扩增 感谢主 我们信主 不只叫我们 罪得赦免 免去沉沦 蒙了重生 成了神的儿女 我们也成为 要成为他的新父 要成为他的扩大 成为他的扩增 那在我们进入这项负担里面 我们就觉得 基督不是无限无量的吗 是不是这样子 基督不是无限无量的 他怎么扩增呢 在他的神性里面 当然 他是无限无量的 他是永远的 但是他的人性上 他的身体需要不断的扩大 借着我们信入主了 我们的信主 我们的被他构成 我们就成为他的扩增 成为他的新父 阿们 好 所以这个事情以后 耶稣和门徒 到了犹太帝 同他们在那里居住 并施敬 约翰也在那里 这个施敬约翰 约翰也在那 耶路撒冷的附近 安音的那里施敬 因为那里水多 众人都去受敬了 好 这个时候 很像就有一种的 真净的情形产生 对不对 主在那里施敬 约翰应该做什么 他应该赶快退去 到主这里来 对不对 但是他的门徒 似乎 为他抱不平 这个下面我们就看见了 这个 这个约翰的门徒 和一个犹太人辩论 洁净的礼 他们来到约翰那里 对他说 拉比 从前那个头你在约翰河外 你所见证的那位 你看他们还知道 主耶稣是约翰见证的那一位 约翰见证什么 他连把他提携都不配 对不对 他把他们进到水里面 还有灵里面 好 那他说什么呢 他说 看哪 他正在那里施敬 众人都往那里去 都不来我们这里了 他没有讲这句话 我帮他夹进去了 是不是 他们都到那里去了 下一句就是 他们都没来我们这里了 好 那约翰说什么 约翰回答说 若不是从天上赐的 人就不能得到什么 好 我曾说 我不是基督 不过是奉猜浅在他前面来的 你们自己可以给我做见证 下面呢 主就借着约翰呢 说了一段非常特别的话 他说什么 娶心腹的就是新郎 新郎的朋友站着听他 因着新郎的声音 就欢喜快乐 所以我这喜乐满足了 所以约翰是什么 新郎的朋友 那你们这些门徒 也应该是新郎朋友的朋友 对不对 你们不应该在这里有真净的灵 那下面那句话非常的保庚 一起读好不好 他必扩折 我必衰竭 再一次 他必扩折 我必衰竭 人只需扩增 我们要衰竭 他的心腹要扩增 无限量的神 给人相信 以得到永远的生命 后面就讲到了 这个从上头来的万有之上 出于地的 属于地 他所说的是属于地的 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上 我们将所见的 所闻的见证出来 只是没有人领受他的见证 那领受他见证的 就盖上了印 证明神是真的 神所采来的 就说神的话 因为他赐那灵 是没有限量的 我们需要进到那个灵的里面 看见 这就在属灵的范围里 父爱子 以将万有 交到他的手里 信入子的人 有永远的生命 不信 从子的人 就不得见生命 就不得进到生命的里面 是不是 神的震怒 却停留在他的身上 就给我们看见 我们需要看见 这个道德人的需要 是需要重生 我们这个人的光景 不过就是蛇而已 再大的蛇 再漂亮的蛇 还是蛇 我们需要有他 神圣的生命 在我们的里面 叫我们得以得救 好 那不仅我们得救 我们成为他的扩增 成为他的心腹 成为他的翻版 成为他的扩大 对不对 我们知道在雅各书里面 后面讲到了 苏拉命女 他其实就是所罗门王 所罗门的这个 同志的这个阴性化 对不对 就是他成为 所罗门王的扩增 成为王女 阿们 心腹也要成为 这个新郎的扩增 好 那最后面 这边的纲要 是根据 李立东在生命读经里面 讲到后面这一段 给我们提醒的这个纲要 我们可以看一下 基督的扩增 基督来要做取 新腹的新郎 约翰不是新郎 他只是新郎的朋友 这个新郎 就是主耶稣 他来取新腹 所有重生的人 要成为一 要做神 所赐给基督的新腹 那基督的新腹 是他的扩增 作为 为基督 做工者要衰减 所有 我们所做的工 我们所有的服饰 都不是把人 做到我们的口袋里 或做到我们的身边 我们所做的 都要让他们 有份于这个 独一的新腹 都能够成为基督的扩增 好 后面说到 这位无限量的基督 是怎样的一位 他是从上头来的 从天上来的 是在万有之上的 他从天上来 却仍旧在天 在前面提到了 好 他是来传 神的话 并且没有限量的赐纳铃 他所赐纳铃是 没有限量的 他是说神的话 他是父所爱的 父爱子 把万有都交在他的手里 然后呢 信入这位基督就有 永远的生命 36节说到 我们要信入他 就有永远的生命 那不信这位基督的 就在神的震怒之下 亲爱的弟兄姊妹 发现第三章是非常的丰富 所以鼓励弟兄姊妹 因为时间不是很多 希望弟兄姊妹能够 再多花点时间 再把第三章好好读一读 导读导读读 特别我们需要看见 这第三章里面的三段的关系 首先我们需要的 不是改良 是需要重生 是需要从水和铃声 需要神的生命 进到我们的里面 就是重生 然后呢 我们看见我们的光景 是蛇 我们需要凭着信息 要信入他 要进到他的里面 我们在他里面 我们就成为他的扩真 成为他的心腹 哈利路亚 所以亲爱的兄姊妹 我们每一位 都要成为主在地上的扩真 我们成为非常宝贵的一般的人 不是因为你多么的伟大 或怎么样 而是因为我们有他的生命 在我们的里面 我们都成为他的心腹 成为他的扩真 阿们 感谢主